還創辦人郭台銘 含出了買五百萬劑的BNT疫苗 要捐給國人 指揮中心在今天最新消息 是目前已經跟著一些廠商 展開了雙邊對談 而至於BNT疫苗的部分 已經向對方來聯繫 但是還沒有得到回覆 行程院長蘇菅昌則是坦言 這疫苗跟口袋裡的錢不一樣 疫苗能不能進來 要看這疫苗的生產原廠有沒有貨 二來要看他要不要賣 以及原廠願不願意賣給郭董 這些都必須要確認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要談的五百萬劑BNT疫苗 還有希望嗎 指揮中心鬆口最新進度 指揮中心現在態度積極 希望盡力協助促成 但想買疫苗沒這麼容易 也就是說有錢也不一定買得到 還得符合三大條件 有了目標不管對內對外都趕緊動起來 畢竟疫情嚴峻何時能打疫苗就怕民眾的耐心逐漸消耗殆盡 民間企業透過管道協助買疫苗就看政府怎麼幫忙 在最短時間裡爭取最大的彈性空間 記者綜合報導 lonely觀眾 Narcita 雄 Fran 感谢观看